队长是在那谁?杨帆 您啊,上江市能参加那个《越战越勇》吗?唱歌 我说我唱歌没关系 我这唱歌完了以后 他唱歌莫斯科教会晚上互奖了 完了以后他那台上就问我 说您说说说这个演谈的事 我说我那时候不是就外逼老来吗 发现围着我,抬我,是吧 有说那个导游就跟我说 说带美国那个教师团 说那个看了你们天才老人的锻炼啊 说都很羡慕这个老人,中国老人 那你美国那团你想跟 北京,咱得透露出爷子派 不是,你要说,他说那个北京 那当然是,你跟老北京说什么他也是 什么,这嘴是这 什么呀,你刚才看看这怎么样 什么呀,老北京狂 你现在我跟他们说话都哪 来了您呐,来了您呐 吃了吗您呐,吃了 这什么都是吃了 其实有的老人我不这么说 您吃过了吗您呐,偏过了,偏过了 这是老北京说,老北京就说 我吃毒食了对不起你 我怎么吃,偏过了,偏过了 他都是用偏 您明明说,你上人老人家去 你要上人家创门去,人家老爷子 你不能这么说 他在吗,您父亲在吗 那都不行,您不行说 他不能说,你我他嘛,不能说 他老人家在吗,您不是说 他老人家在吗,这这这 这这不行 哎,聊得行了 太行了 也别别,太好 你看我对乱评,胡评,瞎评 评的时候骂人,说对方怎么不好 就显示我对那最烦了 对 不要说人,你不要说,旧事说事是 但是你不要说职责人 他怎么着呢,他怎么着 他怎么着呢,那里那个危险 你都乱都说这,怎么着 你有能力别看呢 人家,你说你不要说这些 他们说,大爷最大特点 从来不说一个战队 对方怎么错 我从来不说 这是最忌讳 在你说什么时候不要说对方 你没有资格 因为你不知道人的意思 不要说话 从去年的十月份 我在央视哑完初以后到这 我这第一次接受这么多人 你知道为什么 我都跟他们说 我觉得我不愿意他们 那个开始那说话 那个感觉 感觉 四位小子丫头 那不叫丫头吗 丫头 对对对 那大爷还能跟你们说 三个小子 三个臭小子 一个丫头 应该再亲切点 一个丫头骗子 三个臭小子 一个丫头骗子 你说我当着大爷 我当你们还跟你说 我给三个臭小子 一个丫头骗子 白白白白 行了 你还值得说 因为他 他这个 他是一个 很亲切的 很亲切 的确 话不投机呢 半句多 感谢无业呢 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老北京的知识 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感受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我说一遍 您抽几包烟 哎 看啊 你等着 咱俩这伤心 真伤心的时候 咱俩就注意了 不不不不 没事 不是我这很注意啊 嗯 因为那些宝宝呢 都都把我当什么似的 你那大爷一点 对对 哎哥这儿吧 大爷 您抽烟吗 嗯 我说抽 一天两包 对 您喝酒吗 喝 喝 嗯 这边我说 一天两瓶 然后马上问 没人管您啊 您先给我对词 大爷能抽烟吗 哎 我说一天两包 对 跟着就得问 对 你喝酒吗 对 这个语调 要喝酒吗 哎对 对 你 你稍微摘口罩 你挡阴了 对 哎 他一点 来一个哈 大爷 大爷 就是我们在台上老知道 他一半半度 嗯 大爷 您抽烟吗 然后我说抽 一天两包 然后 嗯 您喝酒吗 对对对 就跟着 大话 对对对对 哎 喝酒吗 啊 我说完了 你喝酒 你来一个 那没人管您啊 嗯 对 来 开始 哎 三 二 一 大爷 啊 您抽烟吗 抽 一天两包 那您喝酒吗 哎呀 一天两瓶 嘿 那没人管您啊 管我的大夫都死 这一期呢 是拍摄的花絮 吴爷对表演呢 是非常认真的 从吴爷的身上呢 也处处透露着爷的派 这这真的 爷的派就是 就是爷的派 因为见谁都是张爷 李爷 都是爷的派 你跟任何人说 他再来 也没有这个气氛 对 没错 不可能 您不是说 你再一个人 我跟你说 忙啊 我得把这段 我没有 嗯 就那个感觉 和什么 不对路 对对对 就是不气哥 你看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也不是是 你们谁跟我有 特别的 我 对吧 哈哈哈 也不是有什么 是不是一看 你特顺 特顺 特顺 三个鸭头 三个小 二个小 一个一个鸭头 一个鸭头片子 鸭头鸭头片子 对鸭头片子 好 回见了 我妈干我的 明知是个当 人人都得上 别吹 一半还一半 不冤不乐 哈哈 您看我挺乐的 当你冤的时候 给他做饭 让他带东西 你来老人都 都都都这样 走了 累 但是 还 精神愉快 精神愉快 你要没孩子 没没去 那听 享受不了这个乐 哎呦 哎呦 行吗 先谈吴爷有话说 哈哈哈哈 您大爷 大爷您抄几包烟 哎呦 哦 那个 起码 我看说 比那个大妈说的强 那今天有话说 大爷又出来 呦呦 大爷老不出来 哎呦 我我 从这 他有派 我和大家一样 都特别喜欢听吴爷讲话 现在呢 有的人说这不公平 那不公平 别说不公平 你学习什么 你够吗 你够吗 你一一 其实到八十岁 我才体会到 我为什么这样 嗯 所以孩子们就是 要想改变命运 就得要多读书 说得好 别的你 别的都是 嗯 就是改 你就多读书 你老婆 我不学 那不行 走了 行 拜拜 您听 过来人呢 都这样说 知识是一定能够改变命运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无比艰辛这一点 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